早幾天就同大家講過話,有一間衛星賭場準備倒閉,消息傳出來後又有傳言說澳博方面會接手。 根據了解澳博旗下一個衛星鑽石娛樂場的話事人司徒玉蓮向員工發出通告, 就說在假日酒店鑽石娛樂場會在7月底倒閉, 根據相關消息澳博在未來8月起接手經營鑽石娛樂場, 即是說這個鑽石娛樂場是可以續到命的。 鑽石娛樂場是澳博旗下衛星娛樂場由第三者推廣, 因為第三方推廣者去到今年的8月1日起, 就不再為衛星娛樂場提供服務, 所以澳博在同日自行推廣營運。 根據上面消息澳博的意思就是, 這個鑽石娛樂場其實一直都是澳博自己做的, 而今次所不做的就是那個推廣方, 意思就是負責吻客公司, 如果是正常邏輯來講合不合理呢? 因為如果只是做推廣的話, 賭場無生意就是吃少點的, 不過它上面講的這套東西都是對外講的, 其實是怎樣的話應該大家都心裡有數的, 其實現在的經濟都差了那麼久, 不要說是這一類的衛星場無生意, 就連是大場都未必是好生意, 所以來近都真是不會排除是會有更多的衛星場發生這樣的情況, 而且照目前來看, 真是好難說可以看得到的前景是怎樣, 首先疫情方面就沒完沒了, 另一方面就是大陸對資金的外流, 還有是境外賭博宣傳都是嚴大了很多, 同同大場方面又有更加好的配套給到客戶, 在這麼多方面的夾擊之下, 現在這一類這樣的衛星場生存上都是比較困難的, 如果這一兩年澳門的旅遊業都還未見到有明顯起色的話, 我相信今次這一單都未必就是最後的一單, 不過有人離場就一定會再有人入場的, 這些這樣的場可能到這上下又會有其他人接手的, 因為賭場在好多人眼中都是一門必賺的生意, 不知看片的你們又認不認同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今集我們就睇到這裏先了,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拜拜!